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高兴地告诉大家 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 我们这个栏目又改回叫天下收藏了 我们一如既往地期待着您的关注 谢谢大家 很高兴介绍三位嘉宾 咱们央视的著名的主持人王小谦 谢谢 谢谢大家好 我们著名的音乐人 也是一位音乐评论家吴周彤 新年演员杨大鹏 三位介绍家分别是 是著名的收藏家艺术品经纪人翟建民先生 首都国国研究员王淳成先生 说话鉴赏家刘尚勇先生 我们昨天晚上开路前会的时候 我们几个年轻的编导 回来跟我畅谈了 他们前日子走基层的一些感受 回来以后忽然发现 这些年轻的朋友 对农村对农民 对土地对庄家感兴趣了 居然还欣喜地告诉我 网上知道吗 前天新闻报道了 咱们这个粮食大丰收 其实自古以来 我们对农业就应该重视 我们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 我们一直强调以农为本 我们一直在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而农村和农村题材 也是古往今来的很多艺术家 愿意表现的一个内容 今天我们这张画 也是我们所谓的重器 也是著名画家 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先生的作品 徐悲鸿先生 是中国二十世纪里 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其作品容古今中外技法 与异录 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 和广博的艺术修养 是故为金肉 扬为中用的典范 今天我们这张画 更是令我震撼 如果给它起个名字的话 叫九州耕耘 我们这一期天下收藏 也借着这幅画 就叫九州耕耘 农家乐 亮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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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刚刚新中国成立不久 我们经历了战乱 那么能够和平地生活 能够安定地从事农耕 那么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奢望了 所以徐别鸿先生 创作这样一件作品 这也是反映了我们中国 它是几千年都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大国 它对于以农为本的 这样一个立国思想 也是一个体现 特别是徐别鸿先生晚年 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有很多病 创作这样一张打法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本附画的题款上有句话 特写欧阳勇书诗意证之 何故所愿 但农夫农妇 皆英勇战事也 也充分表明 广大普通民众 因为国家统一政治安定 而乐于辛勤劳作耕耘的精神面貌 同时也暗喻 民众在通过努力耕耘 而体现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心声 也还有展现中华民族历来以农耕为本的文化内涵 几位请就座 三位嘉宾 我们看了徐别鸿先生这样一个作品 说实在话很难得一见 如果他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话 他大概值多少钱呢 给大家几个参考 2010年北京保丽秋拍徐悲鸿武俊图 2912万元 2010年北京汉海秋拍徐悲鸿八人积水图 1亿7136万元 那么现在 大致是多少呢 写下来 写下来 大概多少钱 谁最接近于一会儿 鉴赏家给出的参考价 我知道 将获得我们的一个大奖 这是由北京保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提供的元代画家王萌的作品 智川宜居图啊 你知道拍多少钱吗 410250万元 当然这是复制品 好了 一块亮 那还能说呢 来 一块亮 还互相看着 7000到8000万 别整这事 这算7500万 8800万 5000万 5000万 鉴赏家给出的价格是 多少 王小千给出的价格 再加上 一个亿 一个亿 但是他离的还是借尽 不要灰心 后边还有 还有 后边还有三番 三番他们每个人拿出来的这个 这个东西 但是都跟这个农耕土有关 如果猜对了 仍旧 还可以获得这样一份大奖 好了 我们掌声激励三位嘉宾 并请出第一位藏宝人 一号藏品 工艺金 究竟是珍宝 还是塑料制品 象牙的东西 它能不能雕的这份 这个材料方面 有可能不是象牙的 它无论是白的还是黄的 它不太均匀 它要是塑料的呢 我告诉你 巨汁的呢 骨粉压的呢 六万报价是心虚 还是物超所值 都是象牙的 又是老的 乾隆的 六万块钱 谁给啊 我淘这东西的时候 买来的就是相当便宜 因为这个到我手里 我绝对不会卖了 天下收藏栏目组 走机层建设区 把海选现场 设在您的家门口 首轮海选社区 三里屯幸福一村社区 咨询电话 159-1114-5872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欢迎您 您请开始介绍 我叫王成海 来自于北京 我今天带来的是 乾隆 象牙百戒 农耕陀 我自报价是六万 来 三位到前面看 挺漂亮的一个牙雕 三位介绍 家庭 来 刘先生 好 咱们随随说说 我张总写什么 看完之后 我首先是非常惊讶 我觉得 他里边的人物的表情 包括树枝都叼得非常的精细 可以用玲珑剔透来形容 但是看完之后 我心中打了三个问号 第一个问号是 这位嘉宾上来 他自报价 说六万 我说要是这么一个好东西 又是象牙的 又是老的 乾隆的 六万块钱 谁给啊 首先心虚的表现 心虚 第二 就是正因为它太细致了 太那种金雕戏客了 我就在想 象牙这东西 它能不能雕到这份上 这个材料方面 有可能不是象牙的 第三个问号 非常简单 太白 因为我觉得 这如果是一老东西 乾隆过来的话 象牙的颜色 它就会变化 它会发暗 所以综合我这个三个问号 假的 我跟你说吧 第一 自报价 我淘这东西的时候 买来的就是相当便宜 第二 其实你应该就是 特机智地说 我报的是六万欧元 不对 不是 我觉得到我手里 这个跟你们跟他学 他这个 我再跟你说 打个比喻 这是一个象牙的 姑且说它是象牙的 一个雕的这样 金这样玲珑提头的 一个摆件 这有一个扇面 画的扇面 它这个扇面呢 是张大千的 或者西白石的 然后这儿呢 又有一个瓷器 也是这样一个 瓷器做的山子 我们姑且叫 也是这样一个题材 一般人都会说 当然象牙的最贵呀 象牙呀 你想 一般来讲 还它最便宜 好了 我们接着小千来说 我基本上等于 我什么也没什么呢 还 因为我刚才过去 你想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什么呢 我想上手摸一下 这个牙雕的重量 因为这个材质 究竟轻重 它是跟材质紧密相关的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物理现象 但是我上去之后 我什么还没什么呢 这位大哥就说 千万别动 你们都别动 千万都给我别动 不动 这可有一问题 我就不知道它的分量 它要是塑料的呢 巨汁的呢 骨粉压的呢 分量适中 分量适中 我也不怕 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 它这个仿的 比如说塑料啊 巨汁啊 这种东西 这分量也不轻 对 它的密度 其实在物理上差不多 也很接近 是这样 我为什么对象牙 今天这个题材 就是她拿了这个藏品 我比较感兴趣 因为前两天 我听说一个故事 是一个卖工艺品的人 那么卖给别人了 一个很像整牙雕的 那么一个摆件 结果经过鉴定 两头是象牙 中央是塑料 但做得非常像啊 这买家就买走了 买走了之后 他又做了一次鉴定 才鉴定出来的 刚才武周同 周同说得特别好 就是说这个牙的颜色 非常的白皙 如果是从乾隆年间 流传到至今的 你抱的是乾隆啊 他抱的乾隆 这是我乾隆的 那这家 我这保护的可够好的 那个白与黄颜色 那不能 我觉得不能判断 一件东西的年代 因为你看看 故宫的那个 一些象牙的笔筒啊 摆件 也很白的 它保存得好 接触空气 不多的话 一直都放在河里边的话 有可能是 没有强氧化 好了 大宝 这藏宝人 现在是挺笃定的 我感觉小千 现在是挺笃的 反正根据我 对他的判断 我不太懂啊 我感觉这东西像假的 而且刚刚老师 我注意到一细节 它无论是白的 还是黄的 它不太均匀 要么应该是整体的黄 不一定均匀的 咱们的牙也不是一个事 你回家这儿绕镜子 不是 咱的牙也不一个事 但是一颗牙呀 就说一颗牙 也不一个事 那多大一颗牙呀 真的不一个事 不一定均匀的 你看看你回去 你再过几年 你看你粘牙 听王老师说 讨论到现在呢 大家都在对材质 发表更多更多的意见 那么从材质来看呢 看他的牙纹是否自然 他的牙色呢 是不是过于纯白 或者过于黄 那么他有没有自然的 一个变化过程 那么还有一个呢 看他雕工是否精细 那么不管是什么年代的 只要是行家雕刻的 一定是很精细的 那么从几个方面 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是一件象牙的 无疑 那么至于他什么年代的 那么乾隆的牙 牙雕到底什么风格 我们很难把握 因为以前看的不多 那么比如说 他人物的衣文 人物的表现 整个场景的布置 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什么差异 从这些方面判断 我想可能会好一些 谢谢 你看这回 这王先生着急了 干脆 我给你推的更近点 那大王上去吧 谢谢王先生 好心人啊 现在确信了 是牙 是不是乾隆的牙 乾隆的牙 乾隆的牙 我熟啊 皇上一打哈 就合身的就得看着 好了 最后给结论 吴周彤 我觉得他是一个 应该是当代的 小千 我选择相信他吧 乾隆 乾隆牙雕 乾隆 大王 肯定是牙反正 但不是乾隆 不是乾隆时期的牙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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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十九世纪中叶 是吧 我们先请出 鉴赏家的意见 同时我要问一问 你们跟前面的 各个方阵 有没有持不同见解的 比如他认为是 这就是后面方阵的意见 近代 有没有反对的 我认为就是乾隆 你认为乾隆 乾隆 你这个呢 您发表意见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吧 这位先生他自报价 是这个 说乾隆时期的 是六万 我以为他这个报价 如果按这个推算的话 他肯定不是乾隆时期的 那是什么的 他应该是近代的 OK 后边有没有跟武周同 意见相处的 你们就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反对他 这武周同这影响超大 这影响无其名的 武周同 对啊 何况你们这么几个人 武周都一样 肯定啊 不超过五十年 嗯 请出见赏家最后的意见 同时大家来表态 还真是 好 一请护宝锤 谢谢 这也咋呀 这假的也别砸呀 假的我有办法 哦 放好了 别紧张 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现在 起码武周同 和他方正的每一位朋友 都认为你这东西是新的 而你却自曝乾隆 这个相差甚远 嗯 我相信我的眼泪 你最好 踏踏实实把他捧回去 我 如果是假的 砸了也没关系 如果 是象牙的肯定了 如果真是乾隆时期的 这么一个 反映成农家 瑜伽生活题材的 这样一个牙雕 讲给你有 北京保力国际派美线公司 提供的纯金金牌一面 现在退出来的 不退 我已经能拿着金牌 你肯定 我肯定 那我还真不是开的 我认真真地找地方 因为 得给他一点点教训 如果他错了的话 但是呢 又不伤 大致 哎 他说可以沾上 你看大家多好 退不退 那边老北京 退了不 退不退 我觉得不退 这就是个真的 这就是个老东西 就是个老东西 就是乾隆的 你说谁是老东西呢 这就是 谁是老东西 谁是老东西呢 王老师把这 说到你那边 这就是老东西 对 吴周彤 这么多年了 我才发现你这样的坏 大家对我不信任 那我看看介绍家的意见 向牙楼雕 瑜伽乐百件 构思精巧 雕工细腻精准 特别是细节刻画 尤为突出 可谓巧夺天空 但是 是 关键在这儿 整体制作风格 与十九世纪 中国的风格相当 但人物服饰的风格 还有开脸的特征 呈明显的日本风貌 经鉴定为 十九世纪 日本象牙雕刻制品 市场估价约 十五万元 谢谢王老师 我跟你们一样 我就是也长见识 所以说 这个东西还是很 你自己六万 你到十万 我觉得我眼力还行 我觉得专家的眼力 真的是一流的 但是你愣说是乾隆的 乾隆的当然不是日本的了 其实我们可以 十九世纪的了 细看的时候 看到这个人物的衣服 跟他的脸 跟头发的那个 日本的这个雕 这个象牙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它是最鼎盛的时候 而大量的当时呢 是从日本外销到欧美去的 很多很多象牙 所以在欧洲呢 现在呢 也是很多日本的 很漂亮很漂亮 很精美宫的象牙 好了 我当然不能 你什么意思 你准备戴金牌了 没有 你说乾隆啊 人家说十九世纪啊 还是日本的呀 他是 我准备我的金牌拿走了 无情啊这个 不是老王我 我 你现在年轻女孩子 一听说 得不到金牌 拉倒 走了人家 但是咱们这个日本这个 这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说十九世纪 近代的是哪位 到底是 大鹏 算你对了 你得坐那儿去了 不用 不用啊 他说是 你的也坐那儿 那你 你 你 武周彤先生 咱们发言人家 演绅士风度 拉着他 一起走 我还从未坐过那个地方 对呀 可好了 离专家还近 真的 刚才的化妆节目 我现在还准备 这点我们工作人员 做得非常好 就安排了俩话筒 多一个都没有 就给你们二位预备的 这边上一位来 刚才跟他的意见不同 那位那位那位先生 就那个绿衣服 好绿衣服的 你看人家点灯了 坐那儿了还给支招呢 来 掌声欢迎 第二位藏宝人 快嘴律师辩护宝物 要辨别龙家乐的 这种东西的话 必须得做事 对 是 这种感觉才能辨别 对 我就没不打针 反正看着不是特舒服 首先看大家 尤其是那个 两个主事人 是吧 两个那个央视的主事人 他们都没有拿出 两个自己出来 想通过那个 主观那个一段 就说看这东西不像 磁瓶抵款 惨遭质疑 为什么田楼皇帝 能允许 把自己的名字 钱龙俩字 隔开 大听 钱 龙 龙俭治 对 就这个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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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你 您请开始介绍 王 你好 我叫徐勇 来自江西 是北京的一名律师 然后我今天来 主要是为 为这件宝贝 做辩护的 今天 辩护 对对对 因为我今天看 怎么看 像那个 三位嘉宾 怎么看都像检察官 然后那个 王老师 像法官 然后三位专家 特别像法医 法医 是 验尸的是不是 我说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件东西 是那个 乾隆时期的 一个青花瓷瓶 然后我的报价 是十万 谢谢大家支持 好了 好 三位 敬前看 好 这个小钱你先说 整体上觉得 画幅比较满 就是中国画的那种 血液留白 相对来说少一点 然后 当然有一点 农耕替 在刚才 在看的时候 这个人在耕种 就星星点点的 散落在 他这个山水的 这个图案当中 我认为不打针 反正看着不是特舒服 周同 首先我觉得 要辨别 农家乐的 这种东西的话 必须得坐这 对 是 这种感觉才能辨别 对对 坐这根本没细 所以我觉得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瓶子 我想问问专家 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 肯定是有这个款 但是为什么乾隆皇帝 能允许把自己的名字 乾隆俩字 隔开了 这乾隆 他就搁两头了 要是说皇帝的话 他能把它给拆开吗 你真是细 这个思路非常好 真细 我还真的从来没意识过 因为我们看的 六字的都是 传书款是 大清乾隆 对啊 但是它就是 大清乾隆 隆 隆隆 对 就这个 把乾隆 咱还真没遇到过这个 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提的没得好 当年你的老板 没跟你说吗 为什么把我 两个字 割开呢 当年你老板 他这个吧 他这种款 肯定乾隆早期的 我还 我这1750年生人 对 前隆 早前隆 出年1725年 对 反正你老板 没投诉也算了 对 我这种小不懂 这份那题的特别 刁担 真是刁担 从我 作为我来讲 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没有 也没考证过这个 对 也没有人 也没有 对 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乾隆 这个人不是很在意这件事 就可以呗 他觉得乾隆 可以 就是分开 还有一个就是 右色 我觉得稍微的亮了一点 就是还是有点太贼亮一点 心 还是有点心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好 大龙 他们这男女混合相声 说的差不多了 就剩我了 他这个感觉 不太像咱们中国的东西 你受前一个影响 你以为这也是日本 不不不 就是老感觉 那个东西看了之后 像外国人意识中的 中国的应该是什么样 不像是中国人自己 弄出来是什么样 是吗 而且像他们说的太满了 咱这期叫农家乐 他这也没什么能量 但是我跟你说满 往往也是乾隆时期 很多艺术门类的 很多作品 一个特点 留白相对就少一点 能堆就全堆上去 好 你们二位 您先说 结果个结论 我认为他这是个 是个假的 不是真的 好 就是新的 对 就是新的 您 那个是这样的 那个我看了 看刚才他 进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 是不是这个 前农时期的 好 谢谢 就是新的 对 是不是 好了 集体表决 来 拿起你们的表决器 请开始 居然有两方正认为 都是对的 我最后再让你们说 最后的结论 来 请出建厂家 最后的意见 谢谢 谢谢 二请胡宝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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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听说你是一位律师 对 对 没错 是吧 律师经常在法庭上 替当事人辩论 你看到好多人 对你这些东西都质疑 对你说它是乾隆清花的 这么一个瓷瓶子 比较是怀疑 我觉得 首先看大家 尤其是两个主持人 两个央视主持人 他们都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出来 可能是主持人 但是一个职业病 想通过走过那个译段 就说看这个东西不像 实际上像那个瓶子 一般的像专家 商务专家的话 可能都还得拿个仪器 得看一看 所以我就觉得 您的这么看一下 就能看出假的 太好了 律师先生 我想取一小块 去做碳14的证据取证 你看行吗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让我取证 你说这谁主张谁取证 谁取证 但是因为刚才我 你主张他取证了 对不对 刚才我的意思是说 咱们这是个刑事案子 刑事案子呢 我说您是检察官 您说您这几次 知道吧 您是的 这是刑事案子 我一开始就说 您要收藏 怎么出来刑事案子了 剑宝 主要看眼力跟心力 尤其你说 你说那句话 让我无形中跟他们俩 绝对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居然说主持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主观一断 主观一断 谁说的 你这是诽谤 我跟你讲 这是个刑事案 对 现在已经性质变了 这是刑事案 对 我们三个人告你诽谤 我当时为什么说 这个案子的刑事 我们代表全国主持人 表示对 对对对 你现在退不退出 我不退出 你还敢不退出 砸 那你生死闻 说签过了没有 签过了 签过了 你签过了 你作为律师签了 更要负法律责任 那肯定的 对不对 是 咱们还能往正面扎的 集体 人家这个没准 就是签隆的 这样是签隆的 讲给你有 北京保力国际排名 有限公司提供的 纯金金牌一枚 但是如果不是 但是呢 他也不是说 像说十九世纪的房品 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当代的房品 是 那就当场计算 你看大伙 一往都说退了吧 今儿挺奇怪 他下面喊 砸了吧 全场一片喊杂声啊 这事闹的 你这个这个态 你不帮忙啊 终于有一个人 对你表示 退不退啊 我还是不退 我还是不退 他不退 专家见证意见 乾隆款清花 农家乐文 撇口评 右面亮润 胎质细腻 但文式化功 过于格式化 其显呆板 底右略白 经鉴定为 有一定水平的 现代房品 那么这件铜 这件瓷器呢 我们说 它突然过于格式化 就是说 它所有的 层次虽然很满 但每个层次之间呢 它的笔法 没有什么变化 仿佛就是 照着一个原本 去描摹一样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它的底右过白 尤其是清华四季 尤其是景德镇 生产的白柚四季 应该严格地说 在民国以前 它的白柚 略略地都会犯清 因为它里边含铁量 比较高 那么现在不一样 现在它的加工工艺变了 那么底下也是 这个款制呢 写的呢 唯一的一个毛病 也是它致命的一个毛病 这个款制呢 是在描出来 不是随手写出来 在景德镇清代的时候 玉瑶厂分工非常细 写款制 几个人专门写款制 那么它应该是非常熟练的 在写这几个字之间呢 那么房者呢 往往是怕写错译 把这个本的这个款制呢 描绘到上面 那么描块的痕迹 也就出来 所以这些呢 都应该说 是我们在见证中 应该注意的 真是抱歉 同时也感谢你 刚才我们这些话 跟你这个辩论都是玩笑 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以后我们真要遇到什么案子 还得找你 对不起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这回恭喜网维嘉宾 皆大欢喜 二位也可以就位了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谢谢 好 热热奖声 请出第三位藏宝人 粉嫩赏评 一来众人猜测 如果我是乾隆的话 我要赏识给大臣的 一个瓶子的话 我可能不会赏识 这种颜色的 农家图案 吸引各方嘉宾 我觉得第一眼挺对的 像个对东西 好 大家好 好 您请开始介绍 大家好 王老师好 你好 我是来自秦皇岛的 哈尔滨人 来自秦皇岛的哈尔滨人 也是黑龙江的哈尔滨人 对 我生长在哈尔滨 后来搬到秦皇岛 我叫李莉 今天带来的一件藏品 是亲戚家的 是乾隆款 胭脂红地粉彩上瓶 希望大家都支持我 我的自报价是20万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 三位请 见着家庭 好了 大鹏你先说 你笑什么 你看我 我想听听这个您的意见 因为刚才您也看了嘛 我的意见你能信吗 这件藏品嘛 对 我想 我的意见你信吗 我信啊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不是 因为他说是 这个叫赏评嘛 我看着不怎么着 赏评 因为您家 他肯定有特别多嘛 是吧 何大人 但是这种赏评 说老实话 和珅是不大待见的 表面上很恭敬地接过来 青花 蚕之莲 皇上告诉你要清莲 那和珅能清莲吗 那是怪啊 好了 给结论 咱就这事说这事 那您刚才说不怎么着 我得听您的 我感觉 到时候别怪我 因为都说我说 专家们说 大家也是 闹跑是挖坑 要我让我们跳 有的是引导 听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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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千 您要说咱们就第一眼 我觉得第一眼挺对的 像个对东西 而且我刚才看了 他的几副这个 就那个白色白地儿里面的 那个图画 我感觉也是非常古朴 而且做工啊等等 还有那种气质啊 还是很高级的 我斗胆信一次 我自己这不太靠谱的感觉 感觉很重要 直觉 我觉得是对的吧 是对的 前轮的 吴宙彤 现在也很有眼光 真的 因为你看他的颜色 你感觉特别像您的脸吗 粉嫩粉嫩的 您别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这是一张老脸 看来是 有意吧 好几百钱 你说是老瓶子吗 你想干嘛 我拿背锥 这和我平衡了 刚才冒出一老东西了 这老东西这话好听啊 你想小千要跟我这么说话 老东西 是不是 好话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我觉得他的那种纹路 我用手摸了一下 就是他那个树上接的果子 就那种质地 我用手轻轻的一摸之后 我觉得那是有年代感 而且确实是现在的一些房品 是做不出来的 我稍微有一点点疑惑 因为我觉得这个瓶子叫赏瓶 赏瓶 我想问专家 是不是就是皇帝赏给大臣的那种 对 对吧 赏赐 赏赐 对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乾隆的话 我要赏赐给大臣的一个瓶子的话 我可能不会赏赐这种颜色的 我觉得应该是送给女孩比较合适 对吧 送给你夫人吧 送给福晋 送给哥哥 怎么了 可是他那个 如果送给福晋哥哥的话 他又送一个农业的那种农家乐 就是让姑娘下地干活呗 因为乾隆时期吧 他比较鼎盛 那会比较兴盛 嗯 注重农业 嗯嗯嗯嗯 好了 怎么样 结论 胡多佟 我来近代的吧 啊 近代 好 19世纪 我同意 我同意藏宝人的 乾隆 观点 谢谢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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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发表意见 请拿起的表格去 请开始 好 看来王小千 影响很大 我们请出 鉴赏家 最后的意见 好 三请胡宝锤 谢谢 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退 不退 好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 这是一个乾隆 腌着红地儿的 农家乐的赏评的话 将给你有 北京保利国际排名 有限公司提供的 纯金金牌一枚 如果不是 甚至也不是像 有的嘉宾说的 近代的 也就是晚清的 或者是民国的 就是当代房品的话 当场击碎 不退 不退 对 不退 这我今儿还有点负担 因为我上来说人家不怎么着 说万一大鹏的结论错了 我得配你 真的不退啊 不退 喜欢打的海滨的姑娘 对 绝对不退 绝对不退 你再远一点 瓶子碎了没关系 这样把你一个蹦倒 这舞可赔不起 把你一个蹦倒 这舞可赔不起 变形善剑 没事 那就变形善剑 你慢点 对 是办行善剑 他就更得找我岔了 他就得报复我 你知道吗 现在我在想 这场官司是在前黄岛打的 还是在哈尔平打的 不管哪打 咱们这个还得去稳 存真 谢谢 谢谢 没碰着 你别别别 别动的 你别动的 动的很危险 我们来看看建设家的结论 乾隆款 胭脂红地 粉彩开光 农家乐图赏平 做工细致 极具装饰效果 但气形比例失调 右面生涩 有明显人工做旧痕迹 文式材料 呈现代化学染料特征 经鉴定为 现代防瓶 这件前轮款 腌制红 粉彩开光 农家乐的瓶 用我们话来说 叫一眼甲 开门甲 那么甲在哪呢 首先我们知道腌脂红 是康英前时期 非常名贵的一个优色 这种红色呢 有别于用铜和繁红做装饰 它里面加了金料 那么因为加金 它的粉 它的胭脂红色呢 应该略略的 有点紫色 那么还有几个方面 比如说开光 开光处有一圈金 这个金彩啊 我们知道 如果装饰在 观摇瓷器上 这个金彩 一定是纯金 那么这种金叫什么金呢 我们称之为化学金 颜色虽然是黄的 但是暗淡无光 另外 我们如果用 放大镜来看 上面的繁红 上面一定有 微小的颗粒 那么古时候 特别是前轮观摇 时期的繁红 不可能有颗粒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繁红也是化学材料 还有一个理由 作为的人 希望把底足磨的光滑一些 制造出一种假象 那么这种痕迹呢 往往都出现一些漏洞 如果说我们把这瓶 放一平面的话 那么应该摩擦的部分 在整个底足的正中间 那么我们看到 这件底足 它底足的平面 底足的平面的外侧 底足平面的里侧 它的磨损程度 都是一致的 那么这种痕迹 我们称之为 明显的人为的 作者痕迹 好 出一切 讲一句 同时也谢谢三位嘉宾 还有我们的专家 刚才开场的时候说了 我们这个栏目呢 又叫天下收藏了 又变回来了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宗者和言 就是那四个字 去尾 存真 谢谢 谢谢大家 这是一次 时隔二十五年的 再聚首 二十五年前 他们因为 芙蓉镇接远 二十五年后 他们在哪里 他们的人生 因为芙蓉镇 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大戏看北京 特别策划 芙蓉镇剧组 二十五年 再聚首 明日二十一点三十 大戏看北京 敬请关注